大家要知道 我们一个北斗九皇的圣诞要过好 从初一到初九 工作人员组织好 我们有一个太上玄陵道馆 这个经叫太上玄陵北斗真经 我们组织九天 每天一个固定时间段来诵经 诵经朝真 然后谁来谁越来就来 不勉强 怕死的不要来 这个疫情严重怕死什么不要来 你一定会不死的 你好好待在家里绝对不死的 不用来 不怕死的可以来 你为度众生 死在度众生的事业中 你功德无量 不要以为来这只是上学 来这只是参加了个法会 你是来度众生 不是来为自己的 所以有一个你们就一个送 有两个就两个人送 没有人就录音机自己送 我们也有办法 所以每天这个精神不大 固定时间 诵读 北斗真经 那么如果你真正是 愿意和九读 这个北斗九皇节缘 和太 这个这个 斗母 星军节 这个节缘 你一定这九天里面 常来 这个是一个通道 你们的剧门还没开的时候 那有一个剧门 是一个通道 好好接这个缘 好好祭奠自己的九读 那么法会期间 好好参与法会 这个为什么在这期间 以前我们老是用这个 孔雀冥王经 这个大法会 来在和北斗九皇结合着用 这个使用天上的天人身 天身来修道 不是道家的专利 这也是佛门的专利 所以说佛门中 把这个斗母星军 直接命名为 茉莉之天 佛母 是同一个 子光夫人 这个为什么叫子光夫人 光中化佛无数亿 光中化菩萨一五遍 所以斗母又叫子光夫人 是子光化生的北斗九皇 紫光化生的天上众星军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所以说我们现时代的修道人 修佛人 一定要结合高科技 结合现代文明 去除自己的我知 我见 故知己见 还原 这是十项 也就是一个佛经 释迦牟尼也是倡导我们修天身的 只是这些系统的技术方法 是在师徒之间口耳相传而已 就像我今天不为你们揭秘这个修天身的方法 你们永远也只是知道有个天身不知道怎么修 只能靠自己的神去修 人不知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圣贤都要借助的力量 借助天的力量 借助地的力量 借助众神明的力量 尤其你们这些老修跟我到今天 不要再怀疑是不是有天龙八卜 是不是真有天上九皇 你这是小心的人 是一心重的人 贪嗔痴疑 你永远停留在自己的怀疑之中 你永远遇到无缘 排斥这个疑 纯然融入 纯然拥有 我说贝斗九皇你能跟他相应 贝斗九皇可以做成你的天身 信不信 信者得度 疑者不得度 不可能 那你怀疑你不可能去实践 你怀疑你不去实践 你不能拥有此天身 你不能拥有此天身 你就不会用此天身 行大功的利于人间 你就不能饮作 你就不能享受此乐 你只有度了众生 我心一跃 让众生离苦得乐 我心一跃 你才能饮作 你才能享受那份喜悦 是法喜的充满 就是你一定要真信 才能真实践 真实践才能真获得 真获得才能真拥有 真拥有才能真享受 一个疑心中 小心之人遇到无缘 就是生起坚定的信心 跟着师父 做好贝斗九皇的圣诞 完成相应的祭祖法会超度 我们借助这样的天身 照地球 照法界 不光是地球 因为它已经是超越银河系了 超越了多少个 一百亿个太阳系了 那每个太阳系里的 所有的星球 都在此时空点中受益了 那你度了多少众生 你与多少众生建立了功德海 所以此时空不可以丢弃 因为九重阳九天 一年只有此一次 这是特殊的时间和空间 为什么我们今年基本上是 跟上天地相应的时空在走 这就是我们已经突破了 自身小宇宙的修炼 要修此天身 和外太空 通过地球做一个基站 和外太空的宇宙 和外太空的众生 建立广泛的联络 所以你非得借助这个时空场 天门开 地相应 天阴心 地阴潮 这样的一个特殊时空 你才轻易所得 凑了这个时空 就再修同样的法 没有那么灵光 没有那么依贼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具体的北斗什么真经 大家回去要熟悉 这个你们练过 修炼过这个聚灵法的 这几天已经开始要 用聚灵法和北斗七星 延命法结合着修炼 那么到时时空转换的时候 你们会有大利益的所得 由人天合一 变成天人合一 之前你们修 只是在内身体里修 北斗七星 这个叫通过人体和天相应 你们今年有一个突破 就是可以天和人相应 那就是你要飞出去 变成天人神 你是在以北斗九星为架构 建立天身 再回来和你的人体相应 你再试验一下 这个有什么不同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